新竹市有一对老夫妻竭离了55年 两个人感情非常要好 即使太太在三年前出车祸成为植物人 老公依旧是不离不弃 守候在老婆的身旁 但是他们遗憾的是呢 在年轻的时候因为生活困苦 没有穿婚纱也没有婚礼 现在呢在慈善团体的帮忙之下 两个人举办持来的婚礼 场面相当感人 我们邀请陶爷爷先投杀 慢慢先 慢慢先 那亲我们的新娘子一下 亲一下 露出腼腆笑容 终于完成两人梦想 披上温纱组型婚礼 81岁的陶天恩跟妻子邱雪梅 原本是令人称陷的神仙眷侣 但三年前一场车祸 让邱雪梅变成植物人 陶爷爷不离不弃 每天起床的第一件事 就是和奶奶说话 我们是六十婚约的纪念 五十五周年纪念 套上温约的那一刻 陶奶奶好像有了感觉 又眼围开 嘴角阳气 看到这一幕陶爷爷也哭了出来 我一直到现在三年多了 都没有离开过她 我希望她能在这个爱情的照顾之下 能夺活进来 很感动他们 就是已经五十五年了 然后爷爷这一路走来 就是一直都是牵着奶奶的手 亲自照料寸步不离 陶爷爷和妻子的故事 感动了所有人 而他们对彼此的承诺 就像牵着的手一样 紧紧相握 有部分的意义